孩子们就要坐飞机走了 老二说 妈我们要能把您装在行李箱子里带走就好了 为什么呀 给他们做饭呀 俩人什么都不会 我都发愁到那吃什么 后来呢老大男朋友说 阿姨您可以拍成视频 等他们想吃什么 一看您视频不就会了吗 您拍的具体点详细点 我说行 他们俩爱吃我包的馄饨 三千馅的 我一会给他们做一个 的确啊 我包的三千馅的特别好吃 在外边我那天吃了一碗18块钱 城南城的也很好吃 但是也没有我饺的馅好吃 那我就让大家见笑了啊 好跟我来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蓝蓝 我先洗点菜 这个北方的小油菜6块一斤 卖菜的说上午卖8块一斤 因为晚上就老二吃馄饨 其他人吃炒饼 这个是果蔬鸡 好了再放点菜就行了 馄饨的汤里可以放点黄瓜片 放油菜快出锅的时候 就是博菜啊都可以 喜欢吃什么菜就往里放 这个果蔬鸡我的竹篷里有啊 三千馅的其中有一鲜就是鸡蛋 放点油 然后把打散的鸡蛋放进去 好了关火让它自己晾凉 这个呢三鲜有鸡蛋五花肉 还有虾搁到脚馅鸡里边 鸡蛋要给它炒熟了 然后呢再搁一点葱姜 因为我一只手拿着手机呢 就只能下手了 三鲜哈 肉鸡蛋 虾仁 好 馅呢刚才搅完了 现在开始啊 搁调料 八样 第一 料酒 续青 根据你馅搁多少啊 这个量 自己酌情啊 无所谓 然后这个是生抽 然后呢老抽 然后呢这个是蚝油 第四个了 蚝油 第五个 鸡汁 做馅都放点鸡汁 特别提味啊 然后这个呢是十三香 搁一点 然后放盐 放一大勺盐 馅呢做咸一点 然后香油 按说是应该搁一样 拌一样 把调了 感觉颜色有点浅 再可以再加 这就凭感觉 老做就今天 好香 这就行了 馅调好了 就可以包了 好了 开始包 这个馄饨皮 是我在外边买的 蘸一点水 灭干 喝太多 喝太多会腻 老二要吃馄饨 老大呢 要吃炒饼 还得做两样 吃吧 再吃两天 就吃不着妈做的饭 这九个月都得自己挠出去了 孩子在身边永远长不大 出去该锻炼锻炼锻炼 我希望他们出去以后 回来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还是在那儿还收拾行李呢 收拾好几天了 天呐 天呐 天天收拾行李 还有七八个就够了 一会给他们炒饼弄一个紫菜鸡蛋汤 开个馄饨铺也挺挣钱啊 学习了几个 今天我又吃几个没数 可能是两块钱一个吧 这混乱 十八块钱 十个好像 对 十个 大碗十个 小碗五个 这点肉馅能有多少 没多少钱 现在猪肉 五块肉才十一 已经都落价 可以了 好了 什么菜都可以割 你要有兴事割兴事也行 这个一会儿的油菜 香菜出锅的时候 还有紫菜 这黄瓜搁点 这是馄饨 水开了 可以煮馄饨了 十一个 好了 馄饨也差不多了 这是切好的黄瓜 还有油菜 倒进去 油菜你别看多 它一塌呀 就没了 我闺女爱吃菜 等它一熟 再往刚才那大碗里一揪 切了 那大碗的碗底里啊 放的是生抽 老抽 紫菜 虾米皮 香油 刚才录我没录上 我刚尝了一个 太香了 好了 馄饨